Hello,大家好,我是Barry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北纬30度这个知名的世界未解之谜 地球一上有一条线特别的神奇 这条线就是北纬30度 因为这条线上贯穿了所有上古璀璨的古文明 苏美尔文明 古埃及文明 古巴比伦文明 古印度文明 玛雅文明 以及中国文明 甚至连传说中沉入海底的亚特兰地斯文明 也在这条线上 当然北纬30度上还集中了很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遗迹 比如埃及的金字塔 纳斯卡县 远古炎化 三星堆遗迹等等 关于北纬30度人们一直有这样一个疑问 就是为什么各大文明都会选择在北纬30度 集体开花 据目前人类观测到的数据 北纬30度是出了名的地震多发带 也是火山海啸高发的地区 全球大概有80%的地质灾害都是发生在北纬30度附近 所以人们就很疑惑 为什么在这种灾难多发地形成了这么多的人类璀璨文明 就感觉这些人是专门挑着这种地震多发带来定居的 这里需要开个脑洞加一个情节 以便让大家更好的理解为什么人类文明都在地震带附近 远古的时候有一波拥有高等文明的外星人 他们的飞船呢出了故障 迫降在地球 此时他们需要在地球上修好飞船 于是就在地球上培养了一批人类助手 帮助他们寻找修补飞船所需要的材料 与此同时呢 他们也需要给飞船进行补充能量 而以上的这一切都需要在地震带完成 我们知道地球内部的这种高温高压的环境 在地球表面是很难模拟出来的 换句话说就是在地心环境下面 能产生的很多材料在地表是做不出来的 然而火山喷发呢 又会把地心的这种材料给喷发出来 带出来带到地表 纵使我们现在人类的科技已经很发达了 但是看到火山里面喷发出来的这些材料呢 还是无法望其向背 比如说现在人类也很难做一块能浮在水面上的石头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在开玩笑 因为这个石头的密度明显是比水大的对吧 放在水里呢必会沉下去 但是火山里面就能喷发出这种能浮在水面上的这种石头 我们把它叫做浮岩或者说叫做浮石 再比如说火山喷发形成的这个黑钥匙 它做的刀片号称比手术刀的刀片还要锋利 把钢铁做的手术刀和黑钥匙做的手术刀放大几百倍 我们就能看到其中的差别 在这种放大倍数下 我们已经能看到钢铁手术刀的这种凹凸不平 但是黑钥匙的这个刀片呢 还是十分平整的 最有意思的一点呢 是随着科技的发展 人类在做军事工业的时候 这个取材呢 很多时候也是往火山这方面去取材 比如说现在人类已经可以把 因为火山喷发而产生的这个玄武盐 进行加工可以制成玄武盐纤维 玄武盐纤维不仅强度高 而且还具有电绝源 耐辅实耐高温等多种特性 同时在电子航空航天等领域 玄武盐纤维都可以被用作结构材料 还有目前比较高端军用级别的隔热服用的 就是这个玄武盐纤维的材料 所以宇宙飞船外面 说不定就套了一件玄武盐纤维做的衣服 用来隔热隔电 一说到给宇宙飞船补充能量 很多人就会想到加油 或者说去采矿 采一些煤什么的 但是到了现在 我们应该都对另外一种补充能量的方式不陌生了 就是这个无线充电 这个无线充电的原理 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共振 所以理论上来说 只要两个东西它能发生共振 那么这个能量就能隔空船地 所以宇宙飞船要想充能 它只需要调节自己的自振频率 然后让自己和大地发生共振 这样不就可以充电充能了吗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 地球上能量最多的地方 也就是地球上震得最猛的地方 说白了就是这些地震带 毫不夸张的说 时时刻刻地震带都在震动 因为这个板块一直在运动 而这个运动的能量之猛 直接挤出了一个世界最高峰 珠摩朗玛峰 这么多地震带 其中能量最高的应该就是 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 这个能量高到能挤出世界第一高峰 所以可想而知 地球对这些高等文明的宇宙飞船来说 可能就像一个充电宝 那这个地震带就是这个USB接口 宇宙飞船要充电 它肯定是要找这种USB接口了 就是找这种地震带 而且地震带附近 又很容易形成火山 这样就能很好地解决 修飞船的材料的问题 我们看这张图可以知道 其中有颜色的都是地震带 这种小山就表示的是火火山 那这时候你作为一个人类文明的规划师 此时你是要在陆地上找到一个能量充沛的地震带 所以海底的地震带咱们就不考虑了 同时你还要考虑到气候要适应人类居住 考虑完以上的这些条件 你会发现最后剩下的就是这北纬30度 所以人类文明也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进行规划发展的 这里我来总结一下 这应该是这样一个故事 一波拥有高能文明的天外来客 他们的宇宙飞船坏了 然后需要来到地球停靠一下 修理飞船的同时顺便做一下补给 他们在地球上找了一块能量比较高的地方停下来充能 也就是北纬30度附近的一个地方 但是发现要修理飞船 这个搬砖的人手不够 于是就用基因技术培养了一批有智慧 会使用工具 并且能和他们进行交流的人类助手 来帮忙搬砖 对那些搬砖的人类来说 这些天外来客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至于那些高大的宇宙飞船 有的人类把它描述为大树 就像北欧神话当中的世界树 各种神啊精灵啊什么的都住在这个树上 那有的人呢 则把这种宇宙飞船描述为大山 这个呢也可能就是我们后面所熟悉的昆仑山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昆仑山 和古人所说的昆仑山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古代汉族神话当中 人们觉得昆仑山是世界的轴心 世界的中心 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像《山海经》当中记载的昆仑山 是会发光 山下呢还会冒火冒烟的这种 这很难让人不联想到宇宙飞船啊 所以上一波人类文明的巅峰呢 是在这些天外来客的沿船深调下形成的 结果最后别人飞船修好了 别人走了 就留下了当年搬砖的这些人类啊 和一堆神话传说 同时人类文明呢 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走向下坡路了 然后到了三星堆文明时期啊 这段下坡路呢 也算是快走到了尽头 那这一期的视频呢 也算是一个影子 就是为了让大家做一个心理准备啊 那下一期视频呢 继续来开脑洞 结合三星堆最近的一些发现 再来讲一讲 为什么说三星堆文明前 还有一波人的文明程度 远高于三星堆文明 Peace 三星堆文明 不 蜘蛆 感谢观看